- 杜劫飛聲,一念成神,歡迎回來虛久不見的夜韻江湖 那今天我們來輕鬆聊一下 最近在煙韻江湖出了很多的一些重大更新改版內容 還有一些新情報幫大家繪著懶人包 讓大家快速10分鐘了解一下最近發生的一些有趣事情 那最近的話是真的比較少玩煙韻啦 因為最近都在玩RO比較多 那煙韻的話目前來說的話 基本除了那個92層還沒有時間去打之外 基本大概劇情推完了 那剩下該拿的東西都拿完了 那就是每天收收菜長長草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少在玩煙韻了 不過還是有在關注煙韻的一些新消息 那本來在10月23號的時候 官方有出了一些 算是10月的更新改版內容啦 那他有多出了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系統 因為早期啦那時候有拍播一部影片嘛 就是我希望煙韻江湖多這5個系統 那其中有一個話就是算是打寶的成就感啦 因為我覺得煙韻江湖算是屬於一篇單機的遊戲 但他畢竟還是手遊 那手遊的話最主要大家玩手遊 一般來說就是喜歡互動 然後會喜歡有成就感 那成就感分兩種 一種是PK殺人的成就感 那一種是打寶就是賺錢的成就感 那PVP的話目前煙韻江湖有 而且也還OK 但是打寶的成就感煙韻江湖真的是完全做不到啊 因為他裡面的東西都是副本桿出來 要不然就是地圖上面去搜索 所以基本來說沒有什麼打寶的成就感 頂多洗到一些神裝這樣子 那這次他改了一個新系統更覺得還不錯 雖然說沒有到打寶啦 就是一個奇遇系統啊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今天最主要呢 看完這個之後呢 來看一下在昨天吧 那時候突然看到一個新消息 真的是嚇死我了 沒有想到煙韻江湖竟然有韓服啊 我一直以為只有陸服跟國際服 因為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兩個服以外的消息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他竟然有韓服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竟然出了一隻限定角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韓服的限定角 重點是很帥 然後感覺起來還蠻實用的 我的天哪 怎麼感覺那個韓服的這隻角色 如果能出在國際服應該還不錯 這個叫李大吉 名字是聽起來很普通 但是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長相 我個人覺得是蠻帥的 有媲美那個弄個拓拔兄的感覺 那個真的是蠻帥的 跟介於商哥跟拓拔兄之間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啦 今天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夜雨江湖的近期的一些新消息 那第一個的話是陸版啊 10月份的更新 那更新的話 第一個是支線啊 龍真虎鬥嘛 然後大家可以去玩一下龍真虎鬥 好像也沒講什麼 有些那個獎勵的樣子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啊 這個奇遇系統 奇遇系統的話就是以前我個人覺得 刷野怪吼 第一個我是覺得很浪費時間的 他應該要出一個自動就是直接掃蕩 然後直接告訴你直接出什麼東西 因為大家玩到後期吼其實那個都是很乳涕的東西啦 就是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浪費時間在這個上面 不然很容易把夜雨江湖的一些 算是甘度提升啦 然後把大家的那個耐心都給摸光了 我個人覺得出一個掃蕩還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打一些野怪吼 希望能出一些掉寶的一些東西 至於這個寶物可以幹嘛呢 我覺得可以提升一下機體啦 那他這次出了一個奇遇系統 簡單說啊就是 就是夥伴有一些專屬奇遇的事件 這個可能是 不知道他會不會開放某一些新功能 或是新的技能可以提升的 我個人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也還不錯 就是至少當做一個 呃支線劇情啊 那個角色的支線劇情 然後提升完之後可以增強技能也還不錯 再來的話是就是 有些日常啊 記憶有一些多種形式的奇遇 然後再來這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打怪啊 地靈打野怪的時候會掉落新增 那新增什麼東西不知道他也沒講 那希望是掉一些 我覺得可以增強記憶體的東西 讓大家有種收齊的感覺啦 不要讓大家覺得刷野怪是一個很無聊的事情 至少刷野怪有一些期待感嘛 我都手動刷了 你好歹也給我一些 就是期待感的東西 我覺得玩起來至少不會那麼枯燥的樣子 好這個奇遇系統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夥伴 然後平常的記憶 還有那個戰鬥都有奇遇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關注PVE 這個是PVP 因為像我們常常判門嘛 到處去學任何各式各樣的玩法 然後可能打架大家喜歡的一些門派也都不同 那每一次只要一判門 你就要重新洗點 你不洗點你的機體就特別爛 然後洗一次 哎呀要200元寶 多洗幾次 你元寶就沒了 所以他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那每一個月可以洗點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直接到每週就好了啦 因為其實判門的時間 其實有時候兩三個禮拜 有時候可能就會判門一次 那他可能是以就是 判門的那個週期一個月為主這樣子 所以至少如果你是喜歡到處判門到處玩的話 至少以後洗點的話 是可以不用再花元寶啦 是還不錯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是遊戲性的一些還有武學調整 那一個是服飾啊 他會有個置頂的那個 就是也可以啦 這至少 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至少知道他的那個名字會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再來是妹妹犬啊 有提升他的一些觸發機率還不錯 然後霞劍 霞劍的話 攻擊機器然後有個機率會死對方的靜脈那個阻射 這個也是霞劍增強 反正霞劍跟妹妹選這兩個就是 視野該增強一下玩的真的比較少一點 然後盪魔槍 盪魔槍目前除了四軍隊以外好像從來沒比較少人在看過 那也還行那也還行 建設比率降低但是傷害有增加 然後零瘡槍那個四軍隊也會用的啊 零瘡槍這個傷害也我覺得也OK 然後帶著玄影掌 玄影掌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打副本嘛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用的一個招式 那PK也OK啦 就是反正他枯山絕寒他可以那個嘛 觸發二段變招嘛 那他有提升他的機率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這個六扇門的那個專屬的那個秘技啊 那個龍鬥術 龍鬥術的話他有做調整吧 60等加一個1%的吸血 100等加一個是減傷 300等的話還可以轉化成反傷的效果 那感覺起來 這是弱化還是想到也搞不清楚 感覺起來是不是弱化 我這個這個不知道 然後這個是雷充 雷充也是一樣的部分 好大概是這樣啦 這個是比較輕鬆的 就是有每一個月可以洗點 然後有奇遇的效果 OK那我們今天重點來了 來看一下韓服 我真的不知道這款遊戲有韓服 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款遊戲的中文就是劇情 如果換成韓服他要怎麼講 因為有些是文言文 那文言文的話韓韓韓韓韓韓語 像這個東西韓字他可以表達出來 我也不知道 好來看一下 這次韓服的一個限定水寵 李大吉 跟以前台服一樣 我們靜師傅嘛 當初那個霞之道靜師傅 那個之後也就沒有復刻過了 所以這種限定水寵 好像復刻的機率都比較低一點 那這是應該是他代言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他的那個造型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蠻帥的 來來看一下 聽說啊聽說就是有人去找 好像是從韓劇的裡面的一個角色吧 大概轉換過來韓劇裡面的角色 不是他演的嗎 我也搞不清楚 看起來蠻像的 來來看一下 哎呀是不是帥哥有沒有 我個人覺得是媲美商哥跟拓拔哥 我個人覺得 商哥比較沒那麼粗獷 他頭髮真的很帥 這種頭髮就是 怎麼講的 喬峰嗎 就是 那種很粗獷的那種那種頭髮 我個人覺得這種頭髮 然後配上一個大叔型 我覺得蠻有魅力的 那我個人覺得這隻新角色真的蠻帥的 這隻新角色 然後他這個有人去找 他這個李大吉 好像真的是那個韓劇裡面的 這不知道是哪一個劇 韓劇裡面演 然後這是他的 這是他的遊戲裡面的樣子 這個是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活動的樣子 哇這活動的樣子真的超帥的 我的天啊 這個披風 然後這把 這是刀還是槍啊 刀吧 應該是刀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嗎 應該是同一個人 但這邊有個小鬍子 我個人覺得如果他有賣這個時裝 把他搞成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 這應該要買一下 如果是那個 國際服務有出的話 好 這是外表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那個 原來夜宇江湖真的有韓服 看一下這夜宇江湖的韓服 算是算是他的一個怎麼講 就是一個宣傳的那個 然後這個當初最早期 夜宇江湖的那個那個嗎 然後你看全部都是韓文字 有沒有武俠 夸號這應該是武俠的韓語 看不懂啊 江湖 江湖 啊也是看不懂啊 看不懂 然後重點是 有沒有看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 他的招式是幹嘛 他的招式是用手 用吐火焰啊 我的天啊 你不說我還以為是鋼鐵人 幹這超帥的 站著啊 左手直接吐火焰 哇簡單粗暴 你知道烈洋掌 發招你好歹也是跳起來 用拳 然後那個烈洋掌往下打這樣子 啊他沒有啊他沒有 就跟那個鋼鐵人一一樣啊 直接吐火焰啊超級帥 所以可以把他看成是直立式的烈洋掌啊 真的超帥的啊 站著直接吐火焰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快速看啊 這是他的那個 是花3000元寶了 所以也還好啊 也還好3000元寶這個還可以接受 而且重點是他的卡圖真的是超帥 有沒有 如果他整個遊戲 他給個時裝吐 是長這樣子的 我跟你說一定要買一下 幹嗎真的是超帥 所有的那個水蟲 像里程哥是比較偏向那個小白臉的 那那個什麼燕無憂也是 粗曠大叔我個人覺得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好 這是他那種啊 這是他遊戲裡面長性啊 我個人覺得蠻粗曠的 然後他的那個天賦呢 來看一下哦 重點是他的天賦 天賦竟然還不弱 他的行變江湖啊 啊劍冠四肩百胎但是不忘本心 啊 杯力跟身法加15點 這個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後面這個 獸擊方呢 他的角色 每失去1%氣血的時候 李大吉打他的話 攻擊力會提升0.5%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就是三哥的相反 三哥的天賦是 自己的血量變少的時候 0.5%的攻擊力 所以他的攻擊力提升的話 是打所有人都會提升 他呢不是 他呢是看獸擊的那個角色 對方血越少 他的攻擊力會越高 簡單說就是收頭角啦 那如果血量100的話 他的那個天賦就是沒有用這樣子 那有啊上面就是加這個屬性的 所以如果以收頭角的來說 如果他的刀 呃很強 然後我更覺得他說不定 收殘群的能力其實還不錯啊 這個還不錯 只是要看對方的血量了 呃譬如說少50%的血量 他的攻擊力就加25% 哦加25%其實蠻 其實蠻可觀的哦 好大概是這樣子啊 這他的能力我個人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 有多了一些新東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真的啦 不太像是P圖的感覺 破 突破了這個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優琴 呃優谷琴 優谷琴的話 他是說可 可彈奏 彈奏後 然後琴譜提升的一個增益效果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呃彈琴之前我們先彈他 彈他之後再彈 彈琴 然後那個增益效果會變高是不是 我感覺像是這種意思 然後再來是這個紫竹釣竿 然後 折損的話呢 你可以用那個香 飛竹 啊 去修復 然後他可以更快上工 就是不用浪費你那個時間了 然後再來的話 有多了這些東西 不知道是幹嘛 哦這魚竿的後人 然後這是他的本尊 啊這是他本尊的樣子 然後這應該是他的衣服啊 赤血如意 金壇飽和 然後 沉香古扇 所以整個穿起來之後的長相 應該是 應該是長這樣子 雖然說沒有像圖這邊那麼帥 但是我個人覺得 這樣也還 主要是這個秋褲 是秋褲嗎 這太醜了 他這個長相真的是太帥了 好 大概是這樣啦 啊這個 我個人覺得 哦這個南水 真的是帥到一個翻天 這樣子 他跟商哥的那個天賦有點像 所以他跟商哥應該蠻搭的 然後他玩刀應該也還不錯 畢竟他本身就是拿刀的嘛 然後 這個韓劇 我是不知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個人覺得他長得很帥就是了 好就這樣啦 看未來國際服務會出 如果有出的話 我個人覺得 光這個長相 應該就可以買一下了 這個長相 這長相比當初那個雪山派的那個搭師兄還帥 OK 大概是這樣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之後再 那個期 那個期待一下這個奇遇系統 那喜歡的話 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友語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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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